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博依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达入 开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位置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32分 马上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 台湾九和一地方选举之后呢 蓝绿政治的势力消长 已经做了六年劳的阿扁 又再度成为了台湾公众 关注的焦点 有11名刚刚当选的 民进党籍的县市长 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 联名要求马英九释放陈水扁 而前副总统吕秀莲也扬言 如果马政府在圣诞节之前 不把阿扁给放出来 他就要绝食抗议 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来宾 究竟目前陈水扁的健康情况如何 是不是真正如外界所说的 已经到了这个随时有可能 在狱中发生不测的一个状况 他申请保外就医的部分 又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 武汉武教授 根据这个正式的公文 也就是说我们从法院 所公布的这些这个检验报告来看 不管是这个台中荣总或者 那么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保外就医的这么一个程度 表示这个阿扁的这个身体状况 他还可以有生活治理的这个能力 可是呢 从很多其他这个一般民间的这些医生啊 或者去看过阿扁的人呢 就强调说这个阿扁的身体实在是很糟糕 需要这个在居家看照顾了 这个希望能够能够保外就医 当然我想这个阿扁是不是能保外就医 这件事情这一直是一个政治议题 那么在过去呢 甚至于有要求特色 那么特色呢 这个问题呢 一直因为阿扁不认罪嘛 所以在这个很多绿营的人士 就想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走这个保外就医 那么现在刚好这个蓝营这个选举大败 那么这个议题当然又在辅上台面 那么绿营这个借着各种政治议题 不断的在逼迫蓝营 这也是可以预见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民进党在要取得总统大位之前 这个阿扁是不是能够保外就医 当然也是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好的 感谢吴汉吴教授 回到华盛顿现场 当然吴辉博士 刚才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蓝绿和解 人就说蓝绿和解要先放阿扁 那么现在阿扁的这个保外就医 如果进度有受阻的话 大家都寄望说 那马总统你能不能特赦陈水扁 当然我们放眼国际 有很多特赦的潜力 包括了韩国总统金大忠 他也曾经特赦过贪污的全斗患 那在美国也有福特总统特赦尼克松 您认为马总统应不应该特赦阿扁 特赦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甚至于连斯明德都讲了 陈水扁应该跟国人道歉 斯明德更要求陈水扁 把海外藏的所有的几十亿的财币 应该先还回来 斯明德都这么讲了 所以他如果陈水扁坚持不认错的话 马上就有困难给他做特赦 他如果不跟国人道歉的话 这个困难有的 所以刚刚吴教授讲了 所以民进党走保外就医的方式 躲开这个跟国家 跟全国人民道歉 那保外就医呢 假设这个刚刚讲 民进党清党选十一个县市长 如果在选前就说 他的主要证件就是要 陈水扁保外就医特色的话 我想这十一个县市长 起码有好几个落选的 他不敢在选前讲这个 选后呢 这十一个民进党成县市长 乘胜追及 就说我现在要要求 这个都有很大的政治意味 当然清理法讲起来 陈水扁坐牢六年了 在全世界总统 很少人坐牢六年 还有四年就可以保释了 那么他也 刚刚吴教授讲 他还不一定要到保外就医的程度 但是现在法务部也要求 陈水扁的家族提供新的 把医疗小组扩大 重新检讨他的医疗的情况如何 也许因为加入了陈水扁 陈之中的推荐的医生 也许可以把保外就医有所改变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事情在一般的老百姓 感觉关六年关够了 那么要男女和解 把他保外就医出来 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要指责的 但是我非常可惜的 陈水扁经过六年的狱 在狱中 这样的反省检讨 居然连一句道线都讲不出来 这是有愧的国人 总而言之 我们不希望他陈水扁死在监牢里头 那么目前来着 走保外就医 也许不一定像刘学人讲 圣诞节放得出来 因为整个的程序要超过一个多月 所以如果刘学人延后两个月 绝食的话 也许这个事情保外就医也就解决了 但如果是陈水不道歉的话 老百姓很难同意他 就是要马英就给他特色 好的 究竟这个阿扁该不该放出来 稍后我们来听 还是两个安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不过我先把时间 要来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想先请教 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就是这个之前 这个法务部长罗英雪 说指引这个阿扁三条名路 但是 就是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声明意义 并且向这个矫正署申请保外就医 那么在前两个呢 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呢被驳回 那么声明意义呢 也是这个 高院说呢 这个保外就医是法务部矫正署的这个全责 他应该要向这个矫正署来提 那如果说不服这个矫正署的这个裁定的话 他应该要打行政诉讼 所以这整个虽然看起来像是走一遍法律程序 但其实那里还是有这个政治操作的成分在里头 像您刚刚也说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他是不是最后还是要用技巧性的政治解决呢 要不然的话法务部长不会出来只是一条名路这样 当然我想前面刚刚讲的是走这个 就是抗告的这个路子 因为这个高中法院已经讲清楚了 说这个你走这样的路子 我们要裁定的话 只有检察官做了一些不当的这种措施 我们才有办法 你这是一种行政救济 行政救济的这种保外就医 当然是走行政单位 你自己就去做决定 我想这个是矫正署的自己的权责 那既然是矫正署的权责 那就考虑怎么样来保外就医 那是不是达到了保外就医的标准 那么现在有人呼吁就说 趁着这个机会 把保外就医的这个制度 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检视一下 那么将来有一些这个受刑人 他符合了保外就医的这个标准 一样可以一体私有 我想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我想这个都是可行的做法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乌合一博士 就是先前 您还一直提到说 这个台湾的目前政局空转的原因 就是因为蓝绿恶斗 那么如果说您刚才也提到 如果说放了陈水扁 或许也可以开启这个蓝绿和解的一个契机啊 那是不是就是到此为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跟这个陈水扁互斗 从这个台北市长一直斗到这个总统 两个人市长也当过了 总统也当过了 是不是就此以后 就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台湾应该要放下未来 这个马总统或者是陈水扁 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神话的形象 才能再往前进 您的看法呢 两条路走 一条路 马英九透过中间的友人 跟陈水扁谈判 那么陈水扁试度表达 对全国表示歉意 马英九顺水推奏 撤射他 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 吴汉教授讲的 请立法院把保外就医的 这个实施的条件 重新修改法律 放宽 然后能够对所有的受刑人 都一体适用 那么保外就医的法律 修改了 放宽了 比如他每天 无法制止自己这个禁尿 他常常手抖了 一分钟抖了七八次 那么 但是如果他写的文章 现在看着还是思路 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辩论很多了 所以保外就医 把法律修改了 立法院通过了 把他放宽了 一起说犯行事 让保外就医让他出来 我想这两条路 都需要在这三四个月内 解决的比较好一点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 一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您认为阿炳应该放出来吗 姚先生 不重 疫情不重 有没有听到 听到 姚先生请讲 疫情不重 那个放这个陈水扁是在选前 那个是有一个话题 选后我看 他大概就是销声逆期 另外选举的时候 光怪陆里 方腔走板 就配合青年人的一种 洗心厌旧的一种心境 好的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您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稍微简短一些 高雄的杨先生您好 请讲 抓紧时间 这次 国民党大败 真正的原因 那个 政府做得不好 只是原因一点 真正的原因 是他取消 军公教的 年终慰问金 最大 最大的原因 这个蔡英文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这个和民进党搞台独 将来选总统的话 那个男人就会出来投票 好的 感谢高雄先生 谢谢您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如果国民党党 就关心那个台湾人民的话 希望他把那个 立法委员的产生 那个一个选 一个选择 就是改为两位 然后一位是 年轻的 年轻族群的 那个保障名额 这样子 每一次每一次 就有那个 年轻人尊息 然后这个 立法院就不会 像现在这样 谢谢 黄先生感谢您 再接一位 新北市陈先生 抓紧时间 陈先生请讲 大家好 个人认为 国民党这是在地方选举的失败 跟放马 放陈水扁是两回事 陈水扁他犯的是 我们的所谓国法 那地方选举失败 那是各党的问题 所以我不赞成说 放陈水扁 应该就法律程序而已 而不是说 因为这个党差起来了 就压迫国民党 那是不应该的 谢谢 感谢新北市陈先生 当然大家对 放不放扁都有各自的看法 不过就现实来看 陈水扁跟马英雄的时代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展望未来 所以我们请线上听众观众 稍微耐心等待 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 继续分析 陈德明访台 对未来的两岸关系 有何意义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